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上海楼市的崩溃 外卖订单的减少 杭州机场的萧条 建筑企业的破产 大规模的失业 以及街头摆摊的增多等迹象均显示出中国经济可能正在陷入一次深度衰退 这个机场 一个人都没有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啊 上海现在有几个奇怪的现象 第一 跑滴滴干代价的小哥少了不少 但是他们的单子还是不够分 第二 以前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 路上都是美女如云帅哥成群的 你再看看现在冷冷清清 第三 房子租不出去 但是人才市场里面却住了很多找不到工作的人 第四 上个月上海二手房挂牌量达到了将近十万套 但是买房子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几百万的房子降价几十万还是没什么人买 我在贷款行业那么多年也发现了 今年行情比较冷清 融资扩大生产的企业减少了很多 去光商场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 我就纳闷了 这疫情不是过去大半年了吗 怎么还是这样 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家人们谁懂啊 开店两个月 周围店铺都倒闭了 不会最后一层就剩我了吧 这是现实版消失的店吗 太市火锅关门了 甜品店关门了 热料放提自助关门了 水饺店关门了 烤肉店关门了 关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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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哭还来得及吗 今天拿货的顾客有一个特点啊 往年就是只要你货好 哪怕贵也没关系 然后今年来拿货的客户是这样的 你东西好不好 好 但价格我接受不了 我卖不了 我不是说你的东西贵了 而是你这东西拿回去我卖不了 这就是一个 就是整个的一个消费经济下行的 一个体现出的状态 然后零售端就 既要求你货好 又要求你便宜 要求你超高的性价比 就没办法 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做现货的 就是日子 为什么说定位不好定 货不好出 就是因为这个 大家都去做库存好了 这两点库存市场特别好 然后我们做了现货 滞销了卖不出去 变成库存了 收库存就收走了 然后再流通到直播上 又很低的价格在卖 客户觉得 哇塞 我这个价格都能买到 这么便宜的东西 那么我的认知就又会下降 然后我们做出来的现货 大家的认知更低了 然后就会觉得 OK那太贵了 我还是买不了 那我们又是恶情循环 又一轮 做出来的货总是有库存 库存越来越多 然后导致流通到 这个库存市场去 反正逼得我们没办法 难道我们到最后 都要去做库存吗 都说今年生意难做 一大群顾客 自己都出来摆摊了 顾客成为了摊友 摆摊的人越来越多 顾客的数量 也是明显的减少了 随着失业人的增多 和在就业困难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加入了摆摊大军 门口的摊位 也是成倍的增长 去年只有二三十个摊位 今年变成了六七十个摊位 还有就是明显感觉 大家都不消费了 每个摊位都不太忙 有的老板说 以前都是忙得腰疼 现在都是坐得腰疼 还有的老板都准备 买个躺椅晃晃了 一晚上也忙不了多久 在郑州这座城市 工资不高 消费却不低 很多来郑州打工的朋友们 每个月的工资 减去房租和日常的开销 基本上都不剩什么钱了 现在挣钱越来越困难 大家都捂紧了钱袋子 在郑州一直流转着一句话 郑州挣钱 郑州花 一分别想带回家 很多人都在郑州 坚持不下去了 都回地势发展了 郑州流失了一大批人 人少 贪多 竞争大 该何去何从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 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不要忘记订阅 我同事被裁员了 前两天刚发完工资 今天就收到了 公司的裁员名单 里边有他 一大早他还元气满满地 跟我们讨论工作 没想到自己 也没躲过失业的浪潮 看到名单有他 他很失落 毕竟他每个月 还有一万一的房贷 还有即将出生的宝宝 公司要求无需交接 今天就可以直接签字 离开岗位 同事以前是做教育行业 去年赶上教育行业的 双减政策 所以他就失业了 原以为换到跟之前 工作不一样的行业 会稳定一些 没想到还是失业了 我闺蜜前段时间被裁 现在三个月过去了 依然没有找到工作 我们公司也经历了 两次裁员 被裁掉的人 是怕找不到工作 没裁掉的 都是一个人 干着两个人的活 今年的北漂 真的太难了 和同事相处了 也有一年多 他被裁了 我们都很遗憾 但是也无能为力 中午请他一起吃个饭 就当健行饭吧 同事说 被裁的一点防备没有 估计一直半会儿 找不到工作的话 他就去跑外卖和送快递 他说没有收入的时间 他真的害怕了 再有两个月 他们的宝宝就要出生了 无论怎样 我们都祝福同事 眼前的困难 只是暂时的 你很优秀 希望你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1300多家建筑企业破产 这真的是太惨烈了 我看了一下2023年1到8月 全国建筑企业破产案件汇总 建筑企业倒闭简直如雪崩一样 惨不忍睹 这次的倒闭潮来得太凶猛了 房地产行业持续性爆雷 很多建筑企业遭遇了毁灭性打击 这份报告数据非常详细 自2023年以来 1300多家建筑企业破产重整 一个建筑企业平均按200个管理人员 再加上2000个工人计算 将近有26万管理人员 260万工人将面临着失业 他们未来的生计将成为最大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从去年10月份开始 我就说工程人要考虑转型的 整个建筑工程有3000万从业者 未来5年会有一半的人 也就是1500万人被迫离开去找别的出路 说实话很残酷 但是没有办法 最后想跟大家总结的是 中国经济的警钟 多重压力下的挑战与危机 1.上海楼市的崩溃 经济繁荣的终结 曾经的金融中心 上海现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楼市崩溃 新房销售进入寒冬 无人问津 投资者们对未来充满担忧 消费者们对房市失去信心 新房成交量锐减 只能看得楼市的价格一落千丈 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表明上海 甚至是整个中国的经济正在迅速滑坡 2.外卖订单的减少 消费者购买力的下降 过去的几年中 外卖行业曾经是中国经济的亮点 但是最近 外卖订单数量明显下滑 这不仅仅代表着消费者的需求在减少 更重要的是 这是消费者购买力正在下降的一个重要标志 而消费者购买力的下降 将会直接导致经济的进一步衰退 3.杭州机场的萧条 旅游业的重创 杭州机场曾经是中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现在却空无一人 这一现象反映出 无论是国内旅游业 还是国际旅游业都受到了重大的冲击 旅游业的衰退将会对酒店业 餐饮业等相关产业链产生巨大的冲击 进一步拖累中国的经济发展 4.建筑企业的破产 中国经济基础的瓦解 建筑行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 然而 1300家建筑企业的破产 无疑是对中国经济的一次重大打击 这些企业的破产 不仅会导致大量的失业 还会对相关产业链产生巨大的冲击 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基础正在被摧毁 5.大规模的失业 社会稳定的威胁 在经济学中 失业率的上升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健康的重要指标 一夜之间300万人失业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这意味着更多的家庭将面临生活压力 消费水平将进一步下降 而大规模的失业 更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6.街头摆摊的增多 生活水平的下降 街头摆摊的增多是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反应 这表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 从而更多的人被迫在街头摆摊以维持生计 这不仅仅是对个人生活的影响 更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会导致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 7.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工作 失业问题的严重性 失业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工作 这将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更多的人将陷入贫困 而贫困的问题将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 比如犯罪率的上升 社会福利负担的加重 都会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8.结论 中国经济的未来在何方 从上述的各个方面来看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楼市的崩溃 消费者购买力的下降 旅游业的衰退 建筑企业的破产 大规模的失业都指向了一个事实 中国经济正在陷入一次可能的深度衰退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